人歌为早日成风 光顾一切众生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红法讲座 光顾在菩萨 心声薄热薄明和时 朝见乌云皆空 独一切苦 沙粒子 色不一空空不一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色相心是一副事 色相心是一副事 不生不灭 不高不近 不曾无见 时骨空中无色 无手相心是 无言而闭设身影 无色相相为处方 无言间乃至无一世间 无明亦无明晴 乃至无老司 乃至无老司 亦无老司机 无苦击灭到 无痴影无道 到处境中无法 无闹 无法 无法 真是 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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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你要开始 所以我想各位有机会来到这种激进的地方 就要开始练习 当然我在这边我最怕一件事情 有人要找我了 又问我三下的事情 所以有时候我说闭关的时间 最好不谈世间的事情 因为我都一直 我很喜欢保持状态 当然不能想独乐乐 重点是要把 这些法喜 这些离苦得乐的快乐 这个人在得癌症 你可以让他法喜充满 如果他心定在法上面 全然放下 身心自在 临终无障碍 因为他 他不是在担心他痛与不痛 他从痛里面 找到了他的缺点 原来我过去杀了一个人 哎呀 他好苦啊 我刚才来为他 我向他忏悔 我为他念阿弥陀佛 他早就忘了自己痛 他想的是对方痛 这个记住 所以因为他以利他的心来忏悔 那有些人就没办法 他把宗教当作交换 我帮你念几遍 你赶快走啊 你念到天亮他也不走 你把我赶走 念地藏经把我赶走 你让他这个想法 是因为你融入于地藏王菩萨的悲愿 我把你当作我的妈妈 我要让你马上超度 如地藏菩萨的妈妈脱离地 我为你送地藏经 他就被你超度 你也超度了自己的自私 不然的话 就把佛教当买卖 我给你多少钱 你帮我做什么事情 后面还加一句 师父你要帮我超度哦 我已经付钱给你哦 现在还有微信很快 是你的胎儿还是我的胎儿 当然我也知道对方是这种心态 但是我要给他太后说 师父爱你 师父也度过胎 有过儿子 所以我给你取名叫什么 因为我要让 这一点要各位学 让冤亲在主 我经常帮不认识的人超度 我也不会跟对方讲 你跟他讲他会翻脸 你身上有冤亲在主 你要骗钱啊 你身上有两个多胎胎儿 你怎么跟他说呢 他地位那么高 那怎么办 因为这个胎儿 之所以不放过他 是他跟他的执着 但是如果你能够用一个 佛陀的心来感化这个胎儿 你恨他你也很痛苦 对不对 执着他也很痛苦 那么我们两个来产生关系吧 我来好好爱你 我要让你知道那种 无称的快乐 不动佛的心态 无称大悲 所以你念不动佛心咒 要把这种 对方恨对方 要杀死对方 让他病的这种心态 进入他的心 连魔都不会伤害众生 因为这是不动佛的心态 所以你念不动佛心咒也好 你念阿弥陀佛的心咒也好 特别往生中 拔除一切众生业障根本 我执 这个要拔除掉 他根本忘了他可以恨他 他先享受了极乐世界的发喜 所以当然这个叫无缘大慈 虽然我们跟他不是冤心在主 但是你要对他这样 同体大悲 你要感受到他的苦 当然各位都很喜欢做超度 焉供 但是一定要观修 就像我看 我们很多居士法师 都大家用棋子在那边挥啊 挥啊 然后甚至有些人拿着瓶子拼 那个是海涛法师的 拿着塑胶瓶 所以那是挥的时候 如果你忘了一个悲心 它变成一种 一种动作而已 力量就不大 不管你挥什么 这里面只有五色气 这里面只有无方佛的智慧 乃至各自的佛菩萨的显现 蓝色蓝光 白色白光 然后呢 在进化 当不是光轨道 所有见机解脱 当然 有时候信徒问我说 师父有别的法师 要不要挥啊 我说看你怎么想 如果你当你在挥咒气的时候 这个咒的力量 佛的力量 你的悲心 也融入这个法师的心 虽然他对这个东西不太理解 甚至反对 但是我是为了你在做 对方奇怪 他就会 他会感受 就像各位 你去河边放声 有人 叫你不要放声 叫警察 那个时候你不能跟他对立 对立他真的就是 把事情搞坏了 那个时候 我是为了你而放 所有功德要供养你 你要升起这个心 这个佛教里面 就是以心传心的 嘴巴他骂你 心里他就感受到一个好 就像我常跟各位讲 这个人要告你 你没有办法 这个是个业 是你替他做焉供 替他修行 替他回向 回向给他 不能回向给他 回向给他 所有所爱的 乃至冤亲在住 奇怪 事情就改变了 各位都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佛教里面 不怕对方反对你 就怕你的悲心不够 就算你很慈悲 对方还是伤害了你 那你就得到一个 成佛的资粮 正的忍入波罗蜜 法洗得不得了 这一点要记住 我们能够修行 得到这个法 去修忍入波罗蜜 你要像忍入仙人一样 国防砍他 砍他 他自己高兴 太好了 我真一 真的在这边 修忍入了 所以流出来叫 白甘露 而不是恐怖的血 马上又恢复 所以各位 这一点 你越想要成佛 你越能够安忍 越能够接受 你要是起心动念 就不能说了 所以对我来讲 我只要起心动念 我就离开现场 因为我认为 我没有资格谈这些事情 因为我起心动念 用的是我的烦恼在讲话 不讲话 所以各位 现在你记住了 像你有人际关系 你有家庭关系 你知道你现在 不高兴了 起心动念 你就对不起 我离开一下 以后你讲下去 就会害死对方 因为害死你自己 离开空性 所做的事情 都是魔障 你千万不能做 我明天再跟你说 可以等我 再安住一下 进化一下 变成有悲心 我才跟你讲话 变成一种对立 跟你讲话 一种烦恼跟你讲话 你希望他好 反而他更不好 各位你有没有发觉 爸爸妈妈先生气 然后骂了儿子 事情很可怜 儿子就这样跳楼 你本来可以 不用让他跳楼了 他就会很激烈 不然就把他 拿斧头来杀死 因为你讲一句 气话 菩萨不得称慧 各位如果你受到菩萨界 魔就要等你的机会 你等一个贪嗔吃蔓鱼的机会 把所有的账 一笔给你算出来 就像悟达国师这样 一笔算 全功尽弃 功德全会 所以这一点 这是我们的戒律 离开菩提心 离开空性 不造 不作为 所以念下来 心动 生不动 生动 心不动 你记住 不管你在做什么 我在盖道场 我在烟供 心动了 不要动 因为你烧的不是烟供 是毒气 你撒的不是甘露 是硫酸 因为你心乱 所以当然前行很重要 为什么说 我升起大悲心 菩提心 我再来做 做的时候 安住无分别的 安忍的空性 再怎么痛苦 再怎么 就像爬山一样 真不想爬了 那你还是要爬 这样才会产生功德 最后回向法界众生 但是你心乱了 那不行 就像很多人 在回答我问题的时候 他给我是一个 起心动念的回复 我也不会回答他 我会等两三天 我看再回向回向 我自己还把个不会 我看可以了 甚至我还没有回答 他已经OK了 他已经自己知道问题了 但是你千万不要 现在有微信 你马上就一句话顶他 你这样错 那你制造不麻烦 你让对方知道错 问题是对方又不服你 你讲了干嘛 白讲了 那你有什么方法 度他 讲不了他 可以回向给他 因为我们还是要保持这个 所以我想我这样讲 是让各位知道 一个愿意 还是发菩提心者 他做什么事情 不能够离开这个 正确的心念 这叫正念正知 知道而要保持这样去做 这样 而起心动念 那就自己要先放下 就像各位打坐 已经很困 打瞌睡了 那就不要坐了 不要再勉强 因为再坐下去 也是昏沉 然后在打坐的时候 或是已经乱下来了 冤情在住 起来忏悔 用拜的 起来忏悔 做做严共 做做私食 然后你再继续 不要勉强 因为勉强对你 没有用 所以我最常比喻的就是说 我看了很多人 睡着了 大部分 睡着了 路定了 等一下起来精神很好 因为睡着了 因为他没有 要念 你可以念短 五分钟 我很转